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二次翻成四 這個二次的多下是 他說Fs等於0的時候 好不好 當這個40等於0的時候 有兩個人叫αβ 這樣行不行 而且這αβ有什麼條件 其中β會借0到1之間 αA會借1到2之間 求A是多少 首先第一件事情 好不好 β借0到1之間 0到1之間有一個根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這時候一個現象 把AK使用起來0代 和AK使用起來1代 代下去這兩個會一正一負 對吧 相成為這樣 小於0 根據堪根定理 所以β借0到1之間有一個根 可見AK使用0代和AK使用1代 這時候會一正一負 誰正誰負你在乎嗎 不在乎 總而言之代價去相成為怎樣 小於0 AK使用0代代價去 0加0加3 A加5 AK使用1代價去 1 A加2 A加5 A加2 A加8 加8 會加小於0 這樣行不行 AK使用1代 這邊是1 A加乘1是A加2 加加在A加5 加起來是2A加8 行不行 寫到這邊時 老師想請問一下 好不好 這兩個相乘小於0 好不好 不管大A小心看 等於0 等於這邊是幾 負5 等於這邊是幾 負4 對吧 小於0取 中間 所以A界負4到 負5的中間 這樣行不行 這第一個條件 再來 第二個 所以說剛才講過 貝塔界0到1之間 所以說這兩個會一正一負 相成為小於0 那阿法 阿法界1到2之間 所以說把 AK使用1代 和 AK使用2代 代下去也是 一正一負 相成為加 小於0 好 那我翻譯 AK使用1代 1 A加2乘以A加2 再加在A加5 算算是2A加8 乘3 AK使用幾代 2代 2平方4 對吧 再加3 AK使用2代 乘進去 2A加4 再加3 A加5行不行 算算是3A加13 行不行 會小於0 0 好我們這邊直接看 這兩個相乘小於0 可見A4起 不管大於小於新看什麼 等於0 A4起 負4 A4起 負的 3分之13 行不行 這邊A4負4 這邊A4負的 3分之13 告訴我誰比較大 負4是比較大 負3分之13 行按 比較小 行不行 可不可以小於0起 中間 所以說A會借負4 到幾中間 負的 3分之13中間 行不行 起到這邊時麻煩你第3步 好不好 綜合起來 行不行 可不可以第3把綜合起來 因為今天我的A 又要借負4到負5之間 A又要借這兩個數字之間 所以說麻煩你把綜合起來 老師可以知道 第一組條件 告訴我A要借一幾 負5到幾之間 負4到幾之間 負5之間 這樣行不行 所以第3把綜合起來 好不好 阿斯巴寫一下 他說第一組答案 他告訴我A要借一幾 負4到幾之間 負5之間 所以說老師舉例 負4在這 負5在這 所以說第一組答案要借這兩個數字之間 第二組答案A要借一幾 負4到負的3分之13之間 這樣行不行 唉 綜合一下 答案哪一塊 還是這一塊 對吧 所以答案就是 A借負4到負的3分之13之間 這樣可不可以把這邊看一下 OK